嗨 大家好 我是君主 這支影片可能會跟我以前的影片不太一樣 有在關注有在看我影片的朋友 可能就已經發現到這支影片有哪裡不太一樣了 以前我主要是做那種遊戲裡一些遊玩畫面的分享 這次為什麼會想要做這支影片 主要就是因為上次有一位觀眾朋友 他在我的影片下面留言說 能不能介紹一下以色列的頂級禮包載具 那我就想說那當然是可以啊對不對 不過我得克服一下這種要拍影片跟人家介紹東西的恐懼感 所以多到了今天才有這支影片 話說回來上次那位朋友想要我介紹介紹這個 以色列的頂級禮包載具 我就從幼獅壓抑這個禮包說起 我不會介紹得太深像什麼載具的歷史淵源 或者是一些什麼雜七雜八的書具 我說了我可能還會說錯對吧 說到底我也就只是一個普通的休閒玩家 沒像一些厲害的玩家可以鑽研的這麼透徹 但我還是會大概把我玩的這個心得 跟感受去分享給大家 OK回到幼獅來 幼獅壓抑這個禮包 目前是在以色列空軍線的一個七階禮包 賣大約70美金 折合台幣大概是2300多新台幣左右吧 Battle rating是在10.7 在我玩起來的感受下是 這台其實蠻適合拿來開色列空軍線的 我主要是去做炸戰區搶點的 它有一個很不錯的速度 在以你不上分碰到這個雙R引擎的 英國鬼怪的情況下 基本上應該是沒有什麼飛機能夠 然後搶得引你去炸點的 你的速度在這個分房還算是挺快的 另外這架飛機的收益其實也還算是不錯 所以搭配下來這個研發的進度 跟銀師的入障的速度應該會是挺快的 另外在空中作戰的方面 在它本身的這個階級的情況下 應該也還算是可以 不過飛彈的數量只有兩枚 而且掛的是9G 那它自己本身也有這個280發的30毫米機砲 而它的機動則繼承了它39E佈局的優點 有靈活的纏鬥性能 但同時也繼承了它的缺點 那就是回轉的時候它掉的速度會特別的快 因此你需要去注意自己的速度 如果你需要練這個以色列空軍線的話 這台我是推薦你去炸點賺這個經驗跟銀師的 那掛架的方式是掛兩組的太空飛手 跟一顆1000棒的炸彈 另外可以再掛兩枚空空飛彈上去 這樣同時可以起到自我保護的作用 那也能在投完炸彈的時候去加入空中的戰鬥 如果你的油量還允許的話 那就算是回程了 你也能看是不是可以在路上順道撈幾個人頭 來多加一點你的手藝是吧 在以色列陸戰的部分 以色列陸戰的高階禮包 也就是我們這個Mekawa Mark II D嘛 老實說其實我一路已經練完很久了 所以其實也很久沒碰過這台車了 當初打的這個體驗桿 也已經記得不是很清楚了 所以我回去再看了一下我之前的這個影片跟戰機 看起來好像還算是可以 這是以我自己來說的話 實際上可能就普通普通 這台車可能有些人會不是很習慣 這台車的機動不算是太好 最大的前進速度是每小時54公里 如果你遇到一些在爬坡的情況下 那這台車的機動表現也不會是很好 另外還有它的浮腳也不是很優秀 畢竟是前置引擎嘛 那它的浮腳我沒記錯的話應該是-8度 那你可能會在一點小坡上或者是一些情況下 你可能就會差那1度或2度的浮腳 另外也是在前置引擎的部分 在向戰或者是在爬坡的時候 就需要特別的去留意 如果你的引擎被敵人打中了 那你這樣失去引擎那就會很尷尬了 在防護方面就略顯有些小可惜 防護不是特別的好 不過有雷射告警系統可以告知你 是否在被雷射催距或者是有雷射員在鎖定你 這樣你就可以提早做一些應對的措施 還有一點就是它的裝填速度是在大約8.7秒左右 那依據每個人乘組員的經驗等級不同會有所區別 那這也不是什麼大問題 如果在同一個水平的battle rating的話 應該除了英國、中國和蘇聯這三個國家的裝填速度會不太一樣之外 那階級的裝填水平其實應該都是差不多的 如果是要練陸戰的話 高階的載具 以色列確實是可以考慮選擇這台拿來開到點 至於蕭特卡爾滴 因為我本身沒有 所以我不清楚它實際的情況 另外下一個版本應該是下一個版本 我不確定這支影片發布的時候是不是已經更新了 至少到目前為止應該是在下個版本 會有一個新的梅卡瓦 可以考慮購買來練以色列陸軍線 那它基本上是梅卡瓦3 跟梅卡瓦2不同的點是在於它有一個比較好的裝填速度 那它有一個穿身不錯的彈藥 我記得的話應該是580塊600穿的一個彈藥 裝甲防護相對來講也更好一些 機動能力也比梅卡瓦2來的更好 那它也有一個更好的隊列可以去帶 像是其他的梅卡瓦3啊 卸出飛彈車啊 重錘或者是誘師之類的飛機 但是前提是你要有開到這些對吧 不過這台會是在以色列的7階 Battle Rating是在11.0 價格也不是很便宜的70美金 梅卡瓦2D是在6階 BR的話我沒記錯的話 之前應該是被調過分訪了 所以目前是在9.7 價格是在60美金 以上就是我對以色列高階禮包的一些簡單的 不專業的一些介紹 大家可以責任自己的需求去斟酌考慮是否要購買 還有重要的一點 就是我希望這支影片是可以幫助到有需要的人做一些參考 那其實呢 貨比三加嘛 你要購買錢的參考應該也不會只聽我一個人的想法 也可以去多找找或看看其他人做的介紹影片 或許啊 萬一啊 其他人跟我的說法不一樣 那可能又是另外一個觀點可以讓你參考的 畢竟每個人的體驗也都是不同的 到這邊我希望你會喜歡我的影片 另外我也是第一次做這種類型的影片 想說用一個比較輕鬆像是聊天的方式來跟大家介紹這個載據 那如果你喜歡這樣的氛圍或感受的話 那就請在下面留言跟我說 那以後我就會去看之後的影片 不論是要做介紹還是一個分享我遊戲片段的影片 我會去嘗試去嘗試隔著螢幕跟大家做一個互動 那就這樣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就請記得幫我點個讚還有分享 然後開啟訂閱以及小鈴鐺 來接收我更多的新的影片通知 感謝各位我們下次見